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实性格是如何? 是柔弱方面或硬朗方面? 很难三言两语地说一个人是怎样的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有很多面向 好像我们走入中药的店铺 都没有一个白纸柜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 他不仅仅一个性格或是一种性格 他是每一样东西都有的 譬如说我 可能在世上的心目中觉得 阿蘇比较温柔 或者是有他爽朗的一样 或者他都会很爽直 尤其是有很多热情 但是苏洛华会不会还有别的性格 其实是有的 可能我自己都会有一些比较阴暗的面子 可能我会有时候我都会很黑薄 有时候我又可能会很恶死 或者有时候我都会有自私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我都会有 虾虾霸霸霸的时候 是不是呀? 真的 但是那些可能是很小 很角落头的那个桂桶 我都平时不角眼的那些 不打开的 不打开的那些 尤其是当我去演戏的时候 我就有需要去打开这些桂桶 就是去演戏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挥一些想象力 去将这些 平时未必你会在我身上找到的特质 你就可以通过一个戏 通过那个角色而见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演戏很多时候没有乐趣的 是 这个是绝对有的 绝对有的 绝对有的 影响的意思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演戏的过程里面 究竟我得到什么 或者影响了我什么 我觉得 为什么我一身人里面 我觉得自己都挺幸运 或者挺幸福 就是我可以一直都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 就是演戏 或者表演 而通过去演戏 或者表演的时候 其实我在不断去经历 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那个生命 和我 是不一样的 而是通过我去经历 那个生命 或者去研究 去揣摩 去演绎 那个生命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个角色的生命里面 其实我会 学到一些东西 或者我会观察到一些东西 那我就会觉得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会豐富了我自己的经历 或者我怎么去看人 或者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其他生命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演戏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是的 一个演员 其实就是有能力去介入不同的角色 对吧 譬如说琴姐和石坚叔 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难道她做奸妃 她现实就是一个奸妃 即是是妹妹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她就可以有能力 令到你相信她是一个奸妃 我又试过杀了妹妹 电视而已 大家不要以为她真的杀了妹妹 是的 在舞台我试过杀了妹妹 哈哈 你这个坏女人 她在电视的舞台 但是有趣的是 她不会有人争 是的 不会争你 因为 那个戏是会令到你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就是你会投入了 演员的工作就是令到 观众去投入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还有会想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从中你就会明白 然后应该如何对待你自己的生命 或者你身边的所有人和事情 我觉得戏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真的令到我们想起 令到我们更加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更加明白去处理我们的生命 一样很重要的教育 或者觉得 我想问你 怎样可以更加去推广 甚至推动本地的舞台剧 做多一点 做多一点 做身体力行去做 做到最好 令到观众知道 原来舞台剧也是很好看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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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令到 我觉得这个是最实际的 就是你去建立了一个 例如我自己的画 就是建立了一种你自己的品牌 你自己的 省力你的招牌 那自然观众就会来看 这是我深信的 亦都是可以藉着你的表演 或者你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有人看到是好的 那你自然会吸到你的观众回来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 就是我自己最能够做到的 你女厨神 很厉害啊 阿蘇你煮东西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呢 煮菜 其实 我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就是他们煮得差 就是刚刚就是我的对手 比我更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真的 是的 我真的 我真的 全不过野神 有来都不是 但是 我自己的确是有兴趣的 对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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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是很小时候 开始就已经 入床房了 我也不怕的 我不怕火 不怕油 不怕刀 也不怕油 因为我很小时候 我想跟大家 大家可能的背景都很接近 我也是住全屋村长大 然后父母 现在是胃口奔驰 就上班 六兄弟姐妹 那怎么样 哥哥姐那些可能就是 读高年班一些 我读低年班一些 哥哥姐可能又负责其他东西 我负责什么 我负责就是 帮妈妈 买完菜之后 秤回家 接着就 吃回家 开始做功课 做功课 到五点多 开始洗米 接着就 洗菜 切菜 六点多 就开始煮饭 接着就等父母 放工回来吃 所以很小时候 我已经习惯了 煮饭给全家人吃 我全家人是说 有狗的人 所以觉得没什么 煎鱼 炒菜 煮汤 煮饭 没有什么难度 小时候已经是这样 我自己就会想 其实A加B 去煮一个菜 A可不可以加其他东西 去煮另一个菜 你自己会去想象 或者去设计 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 正如现在 我也是 例如雪柜有什么 有旧三文鱼 然后有西兰花 然后有洋葱 又有旧姜 可以做些什么 你可以变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设计你们已经很厉害 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发挥你的创意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怎么去保持 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我自己觉得 你在外在吸收的所有东西 都应该要对身心有益 或者健康 你才能好好吸收 包括我们的食物 包括你的运动 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对你的精神的食粮 包括你去接触艺术 去看电影 去阅读 去跟朋友聊天 你也要去找一些有营养的 对你有益的东西 你才能好去吸收 结交一些好的朋友 那些朋友 是会给你好的能量 或者是会让你的健康 去发展 去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不是只要吃多少粒 的食物 那些补充 不要淪色 不要沽寒 去给一些东西 去给别人 有没有一些 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是 艺术家 其实不至于很简单 我是习惯了 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看东西 英文也有一种说法 我译了出来 就是 你尝试把自己 穿到别人的鞋 或者去对方的窗口去看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只是跟你心 你愿不愿意站在对方的窗口去看 因为他的经历 因为他这么多经历 他才能到现在的阶段 那跟你不一样 是必然的 你要接受的是一个必然 另外就是 可以哄他们更多 他是真心的哄 你想对方开心 其实也不只是年长的朋友 朋友也是这样 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 真心的想带一些快乐给对方 何乐而不为呢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当然你不要说假话 你也不需要说假话 不要去作出一些不知什么 你真心地令到对方开心 嗯 我觉得那个是会传染的 如果你习惯了令到对方开心 对方被你感染了开心 他又会令到他接触的另一些人开心 你想想 会一直这样散播出去 就会有多个男人 都会有很多男人 有很多男人 有很多男人 感谢观看